欢迎您是万特发奇想 我是山佑琪 今天是韩国瑜的生日 韩粉都很心疼的说 这大概是韩国瑜过得最悲凉的一次生日了 可是韩粉真的想太多 虽然今天这个韩国瑜生日 他的昔日对手陈其迈在下午 是正式辞官投入了这一次高雄市长的补选 而且陈其迈的辅选团队 也很迅速的全面进入了战斗位置 陈其迈更将此意定调为挑战自己的选战 他希望能够超越自己 也因此陈其迈的辅选团队 就把这一次的目标 不但设定对手就是陈其迈自己 而且目标的设定在陈其迈上一次落选的74万票 为这一次补选的楼地板 所以看得出来陈其迈的辅选团队 可以说是斗志高昂 而韩国瑜的这个部分 韩国瑜昨天则是突然的在生日前夕 发了脸书强调面对逆境 他不失去这个坚强的勇气 也被外界大酸 当然咯 因为这个韩国瑜呢 在被罢免之后啊 才真的发大财了 他居然呢一天可以净赚170万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另外呢 国际间的焦点毫无疑问的 就在这个北韩真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女皇帝要诞生了吗 金与正高调的炸了魏宇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 被外界形容他心狠手辣的程度 比起哥哥金正恩呢 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而这个被这个称为是史上最凶的女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呢 而这个大家也在关注 金与正最近动作这么多 金正恩跑哪去了 他还活着吗 而另外国际关注的焦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北京第二波的这个疫情再起 而国内的这个医学权威也已经警告了 接下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风景神经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丁陈培芬 大家好 军事专家游生薛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者周伟航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新皇 又请好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来看国际间关注的焦点 就在于新诞生的北韩女皇帝 真的炸了这个魏宇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 而且呢这个轰炸呢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给你做预告了 不要说我金语政没有说 怎么讲呢 因为金语政其实在6月4号的时候呢 他就大骂脱北者呢 在这个韩朝边境散布反朝鲜的这个传单呢 还说这些不配做人的坏东西 胆敢污蔑我们最高尊严 而且还说拿核问题来说是 脱北者根本就是卖国求荣的人类渣子啊 还说南韩当局如果不阻止脱北者 从境外空投反朝鲜的文宣 就要废除跟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 并且关闭双方跨边界的联络办公室 好四号话才说完呢 接下来真的他就马上切断了跟南韩通讯的这个热线 到了13号的时候呢 金语政就预告 不久你们就会看到南北韩的联络事务所坍塌成废墟了 好结果呢 隔了三天之后呢 北韩女帝说到做到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把他给炸了 那南韩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看金语政的态度非常强 因为炸了之后呢 继续狠呛文在寅 无耻诡辩 说文在寅太恶心了 还说平壤政府将不再跟卑躬屈膝的南韩讨论双边关系 那清瓦谈呢也受不了了 回批金语政谈话是无理而且缺乏常事 说北韩如果有不邪明的举动 我方绝对不会忍气吞声 所以呢要开战吗 还是如外界所说的 南北韩将再度进入冷战时代呢 好而且呢在美国的部分 美国怎么办 其实金语政之前也早就扑梗了 好在6月11日这一天呢 在这个金语政的下令之下呢 北韩的外交部长李善群就对外表示 如果华府呢 仍对北韩保持敌意的政策 因为美国呢持续的在制裁北韩 他说呢 那金正恩和川普之间要维持的私交 也就没什么太大的帮助了 未来呢 北韩会加强军力来抗衡 美国的长期军事威胁 那也有军事专家表示哦 说朝鲜半岛的危机呢 不但是美国和北韩的问题 如果美国呢 决定要帮助南韩攻打北韩的话 那中国很可能就会趁机出兵台湾了 好另外呢 这个我们从前面看到的 都是金语政的这个动作 很多人就在想哦 那金正恩的角色是什么 金正恩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怎么会哥哥神隐了呢 好 我们就来看 南韩其实呢 因为知道这个金语政的可能会有动作 所以呢 在这个金语政轰炸之前 其实曾经派特使想要求见金正恩 没有想到被金语政拒绝 金语政说不接受动机不纯的提议 而且呢 这个专家还表示说 如果金正恩不幸死亡的话 最可能上位的金语政 恐怕会比过去任何领导人更为凶暴强悍 会采取比金正恩更为严厉的措施 跟他国进行交流 所以大家就在想了 这个金语政拒绝南韩特使进金正恩 到底是金正恩真的不见 还是金正恩现在的状况 已经无法见了呢 好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大家这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为什么会怀疑说 金正恩现在在干嘛 因为之前大家还记得 有这样的意思的报道吗 就是在北韩的这个广场呢 本来都挂着这个 北韩前两位领导人的这个肖像 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呢 突然呢 把这两个肖像撤了下来 当时金正恩传出重病的消息 而上一次撤下来呢 是金正恩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所以当时就引发各界的揣测 也因此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呢 现在呢 又引起各界的议论纷纷 好 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这个金语政炸了两韩联络办公室之后呢 北韩持续呛响 好 问一下学伟啦 金语政突然吃炸药火大了 真的把这个两韩联络办公室给炸了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大家现在很关心的就是 两韩真的有可能开战吗 美国国会研究处呢 其实呢 不久前才有报告研究说呢 好 就算这个北韩不动用核武 如果两韩开战的话 前几天 恐怕就至少会死30万人以上 有没有可能这么惨烈啊 当然很惨烈啊 如果两韩开战之后啊 你知道北韩现在他们的军力啊 在陆军有一百一十万耶 可是他们可以随时动员后备军力啊 全民皆兵就有八百多万人啊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北韩主要他瞄准首尔的 就是火炮嘛 而且你要知道啊 北韩当初往首尔不知道挖了多少地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找出来耶 那个地道是可以装甲车进去的耶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只要两韩开战之后 时间变成决战重点嘛 我今天如果偷偷摸摸的 很快一下子就宪兵在首尔那个地方的话 你美国要轰炸 要抿平他们的那个武器设备 整个武器设施的话 也完全来不及啊 那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金正恩到底怎么了 大家会觉得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今天早上 上午的时候 金正恩专机又起飞了 那大家说问题是金正恩专机起飞 不代表金正恩在里面啊 对啊 对不对 北京有没有人啊 他之前好不容易在那个 腐顺的那个纺织工厂出现的时候 去剪彩有没有 大家都觉得说 你出来了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说 这个金正恩跟以前的金正恩 长得不大一样 包括什么牙齿啦 额头啦 还有手啦 反正大家就很多的联想出来 不过他今天讲说 金宇正啊 他现在讲话很大声对不对 而且他打了那个两韩的那个 那个朝韩的那个联络办事处嘛 他看开城工业区那个 可是你觉得他的理由是因为脱北者在那边散发传单 我就觉得很奇怪 散发传单你有需要要动武吗 而且散发传单又不是今天才开始传 以前还有那个大声工那个什么 扩衣器有没有 对着北韩来天天在放送耶 对不对 连北韩很多人都还听到南韩的那个什么偶像的那个歌曲 有没有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今天拿这个理由来对南韩宣战的话 你不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吗 对啊 可是我是觉得说 回到我们刚才就觉得说 金正恩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金与正我一直研判 他今天这个动作叫做他的起手势 金与正的起手势你知道吗 够辛辣你知道吗 他主要是说金与正他的立威啊 因为北韩我们一直常常讲说 北韩不大有可能让一个女人掌权 尤其你今天当了女皇帝 那南韩那些男人情何以堪 之前我们还分析了金正恩家族 很多可能接班的人选 那为什么搞到最后是金与正 所以他今天要告诉你说 女人不是好欺负的 我心狠手辣心黑起来比男人还黑 而且我说到做到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6月9号讲说 切断两韩的那个通讯热线 马上就真的把你切掉了 对不对 你那个南韩打电话过去都已图不回 没要差别了 接下来你看 他就真的是攻击你那个两韩 潮韩的那个联络办事处 那个盖花了很多钱 是南韩盖盖得很漂亮 他今天把你炸毁 不是关门放狗吗 告诉你说你我就不厉害了 你现在南韩在这边的话 我就要告诉你 我说到做到 而且我马上讲了之后 隔几天就应验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是要立威 他现在就要呛吓说 我三天之后就能够动手 那表示北韩内部真的出了一些问题 大家觉得说你女人接班 那个地位的话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 有一点点不大对 所以他告诉你说 女人也是可以当家 而且比你男人的决策更果断 比你还狠 而且你看既然 你今天如果金小胖出了什么事情 你金宇正要接班的话 因为你金小胖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 这个等于是宣战的前哨战 宣战够合是大元帅的职责 今天你大元帅在哪里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是金宇正出来 他现在就是要平行 你国内的杂音啊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说 他这个起手势够辣 他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声音不见 那金小胖讲实在话 那现在大家都在猜测说 你今天金宇正有办法 越厨带跑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金小胖有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倒下去了 已经被闭不起来 第二个就像真的挂了 就像那个金日成 我们看他下面那个什么肖像 前一阵子才传出来耶 那个金日成广场的话 以前就金日成跟金正日 两个大雕像在那边啊 那之前这个雕像不见的时候 曾经也有前科啊 什么时候曾经不见过 就金正日挂的时候嘛 所以这次人家当然会想说 你会不会是金正日真的 真的出什么事情要加挂一个啊 就他们祖孙三代 全部都要加挂进去啊 放在上面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有一个 可是我觉得喔 这次金日正做这些动作 其实有点不寻常 我说实在话 你说今天我刚才一开始也讲说 你那个脱北者在那边发传单 这个就能够打仗 这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夸张了 这个理由实在站不住脚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最近啊 之前不是中国大陆在渤海进行军援吗 对 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讲说 你渤海进行军援到底在干嘛 大家就那时候就有一派的 那个军事专家在分析 可能是在数位精程 而且也可能随时要注意北京的动态 否则你在渤海军援什么 你说你是模拟要攻台 那攻台你应该在南部啊 南方啊南海这里啊东海这里啊 你怎么跑去渤海 就究竟监管北朝鲜到底在干什么 而且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美国有三大航母 那个战斗群 现在全部都在西太平洋 是不是美国听到了什么消息 你要知道 北韩这个到时候 亡命之徒喔 他说实在话 他如果丢下去的话 他是核武器就出来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再把一些问题 再把它扩大好了 北韩从今年三月到六月的时候 粮食危机很严重 对大家都知道嘛 他开始发大米后来发玉米 他怎么不发稻米 对不对 就表示他们能用的那个军粮 都拿出来发了嘛 那你发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表示你那个内部的粮食 因为联合国一直禁运 最主要就是对他的粮食 跟他的医疗医疗用品给你禁运 那可是他的粮食从哪里来 中国老大哥啊 否则你中国偷偷不运给他的话 你觉得他从哪里来 大家都进那里没饭吃 而且现在大家会讲说 现在传出新的消息说武汉肺炎 他们的那个隔离所 有没有 有五千人是死于武汉肺炎 现在消息慢慢出来说 他们说是因为零确诊 可是照理来讲是 依照北韩那种国家怎么可能零确诊 他零确诊他也不会告诉你嘛 他就关在那边就练鼓 练不完的话就死在里面 他也不在乎啊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种种危机 那你现在看到美国最近 没有发现中国大陆最近 那个杨洁篪不是说要去找蓬佩奥去 这几天要开始面会嘛 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突然间要找中国大陆面会 你要看到呢 之前前一阵子央视还在骂 蓬佩奥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你是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你已经不是人了你知道吗 接下来讲说什么 你竟然每天在那喷毒造谣 这个毒本来就是美国来的 你竟然说我们大陆中国来了 而且他还讲说蓬佩奥是什么 是个走火入魔的美国政客 你现在不仅玩火你还在玩命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前一阵子 他是这样在攻击蓬佩奥的 现在干嘛去跟他谈啊 谈之前你知道央视前几天 他讲什么 他竟然讲说中美两国人民的 友好不可阻挡 你有觉得这个国家真的很无耻吗 前几天骂人家狗血喷头之后 突然间说我们两个很好 我们很麻吉 你不觉得很扯好那你今天 我们讲说蓬佩奥那个杨洁篪要跟蓬佩奥谈的话 那你要拿什么跟美国谈 对 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大陆是追杀到底 把追杀到连华为 19万员工都要裁员10万了 这个华为就要倒下去了 而且说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啊 对他北京现在天直脚下又爆发疫情了 今天传出最新消息说北京要全面封城了 包括所有对内对外的班机全部都要停飞 所以跟你讲说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总不能够两手空空说我跟蓬佩奥谈条件 你拿什么跟人家谈条件 那唯一现在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北韩啊 对不对 我鼓动北韩 我老大哥鼓动你给我搞一下 换学生给我搞一下 丢个球丢个那个什么石头去砸人家玻璃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谈 我说你如果北韩你要唤起西太平洋的安定的话 结果中国大陆讲了算 对不对 我可以控制北韩这个小老弟叫他烧安物照 不要冲动这样 所以你不觉得北韩这个时候 突然间搞这些事情出来的话 他也是可能是中国大陆在后面在鼓动的 我鼓动北韩 我老大哥鼓动你给我搞一下 换学生给我搞一下 丢个球丢个那个什么石头去砸人家玻璃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谈 我说你如果北韩你要唤起西太平洋的安定的话 结果中国大陆讲了算 我可以控制北韩这个小老弟叫他烧安物照 不要冲动这样 所以你不觉得北韩这个时候突然间搞这些事情出来的话 他也是可能是中国大陆在后面在鼓动的 借以跟蓬佩奥拿出谈判的那个条件 所以跟你讲说你种种问题 把他谈论起来之后 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今天就是金小胖 大概他是出事没问题 而且这个事情还是大事 绝对不会是小事 那第二个是说金与正 他现在已经是确定 应该是北韩下一任的接班人 不过他要销内国内的杂音 也要让世界知道说我金与正这个女生不是好欺负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今天 金与正这个人是何等那个 你看他出来 他跟文在寅握手的时候还是保着这个 这个孩子比较正常一点 你看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金与正出来的影片画面 他永远都是上扬的 就表示他的眼中是目中无人的 可是你看 他有没有他去会见那个习近平的时候 90度鞠躬 还两只手握着习近平的手 你看 所以我刚才就讲嘛 习近平才是老大哥啊 你金小胖跟金与正 你现在上来的时候 老大哥要不要先照位一下 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一次啊 北韩会攻打南韩的这个战火 挑衅的意味浓厚 会不会后续真的打起来 我是觉得这有待观察 因为我说实在话今天打仗的话 是要打本的 对不对 你本籍没够错的时候 你真的没法打 所以我也看中 北韩跟中国大陆 说实在话在这个当头 大家讲说会不会北韩打起来之后 中国大陆在打台湾 在我个人的研判 现在大家疲惹的时候 本身没什么有交的时候 我是觉得最近应该不大有可能 所以不用怕 但是问一下这个博弈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金正恩上一次 在生病之后出来的 怪就怪在哪里 现在说金与正要接班 可是当时站在金正恩后面的 是玄松岳 这个金正恩传说中的前女友 而且又传说金与正 其实跟这个李学祖的关系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跟玄松岳有比较好吗 不晓得我觉得北韩 这是个很神秘的国家 他们感情世界都非常神秘 到底他老婆是李学祖还是玄松岳 其实大家不是很看得明白 你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讲到 是两韩就南北两韩 他们的扁入办事处被炸掉 所以整个事件开始公开出来 大家开始讨论 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给炸掉 金与正为什么会这么强硬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有个法律规定 南北韩规定 他说有叫南北交流协力法 他讲很清楚 就说所有从南韩运输到北韩的货物 一定要经过南韩同一步的同意 时间同意你才能把货品 货物运送过去 但很妙的是 里面有一项叫空飘传单 不在此线 也就是说对于南韩而言 空飘传单是默许啦 就是说反正你脱北者 你想丢一些传单过去了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空飘过去传单 其实上已经实施很多年了 老就是如此 所以真的是因为空飘传单过去 造成了北韩这么大动作 炸掉这个办事处吗 我怀疑 但是南韩又讲 他说这回来为什么 因为空飘传单会炸掉 是可能的 因为内容不太一样 这回来空飘传单内容 可能是有关于李学祖 不雅照片 被批图的照片在里面 等一下伟航会给大家好好看 所以北韩非常压功 所以他决定要炸掉这个办事处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机会还是这样不大 要知道李学祖消失了很久了 大家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了 现在北韩当红的女性人物 第一名是谁 当然是金宇正不用话说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刚刚就是主人讲到的 玄松岳 玄松岳大家不想看过他的照片 我们先看这一张 这是金正恩当时生营了二十几天之后 他在一个就是那个肥料工厂 他出来剪彩的时候 后面的这位女性 就这一位 看起来就是 不是金宇正是玄松岳 对他周围旁边是玄松岳 看起来这个亦步亦驱 在旁边这位 看起来蛮漂亮蛮可爱的一个女生 对对对 今年也将近快四十岁了 其实相信保养是不错的 跟在我们的这个金正恩的后面 然后在最近一张图金正恩上台致辞 受到大家鼓掌之前对对 后方帮忙拉椅子的 也就是这位我们的玄松岳小姐 所以代表能够这么靠近我们的金正恩 而且旁边没有任何管制 就代表他跟我们的金正恩的关系 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非常亲密 而且是非常被信任的一个女性 所以代表了我相信玄松岳在北海 一定有一个相当的实力 那大家想知道这个玄松岳到底是谁 其实玄松岳他就是有那个北韩少女时代 著称的这个牡丹峰团长的 牡丹峰这个团队的团长 那要知道这个牡丹峰这个乐团啊 他是在2012年金正恩上台的时候成立的 那时候刚上台成立的时候 他们最著名的是什么 就是很性感穿迷你裙 当时觉得哇这个超越北韩 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漂亮团体 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都还好嘛 只是金正恩当时上台的时候 所成立一个牡丹峰乐团 可要知道牡丹峰乐团的重点 不在于2012成立 他重点是在2013年牡丹峰乐团 几乎被剿灭 因为那是2013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北韩就帮这个牡丹峰 这个这个乐团啊 冠上了制作不雅影片的这个名称 所以几乎把所有里面的相关人 全部都杀光都出于死刑 唯一例外的是谁 是他们团长玄松岳 只有玄松岳 只有团长没事 下面下面通常被杀光了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 而且不合逻辑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就是发生了 而且他不但没有杀他 甚至玄松岳最后他的仕途 平步青云 在2017年的时候 他进入了那个北韩 党中央的一个候补委员的资格 正式的踏足了政治界 这是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当歌手的玄松岳啊 长是这样子很可爱 后来一转变道 我们另外一边大家看得很清楚 进入政坛 从政前从政后最好对比 那个霸气都出来了 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样了 脸上的自信程度也不太一样 那有人说他是不是有点变胖了 可是我觉得应该角度问题啦 因为很多人怀疑说 后面那个玄松岳 就是从政的玄松岳 实际上是假的 也是一个所谓的隐武者代替 可我认为应该没有必要啦 毕竟是唱歌跟从政状况不一样 他的霸气我觉得展现得非常好 而且根据日媒的报导 要知道不只是金正恩 很喜欢玄松岳 甚至连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也很喜欢玄松岳 因为玄松岳在金正日的时代 他就是很著名的美声歌手 就那时候常常就受到所谓金正日的一些 善待啦跟包括嫌他到他官邸去 参加很多活动等等 所以金正日金正恩都喜欢玄松岳 所以玄松岳被冠上了 两代情人的支撑 所以也就是说他在北韩的位置非常重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现在金正恩 生理状况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由金宇正代表他成为下一任 可能他们的领导人之后 我们的玄松岳他的下一步 也是相当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角色 不过问一下这个韦航 其实这两天有个说法 说这个金宇正就是为了北韩脱北者的传单 所以才发动战争 是有没有这么小鼻子小眼睛 就为了这个去发动战争 你怎么这样看一个状况 当然今天金宇正动作很多 大家都在揣测 为什么不是金正恩出来呢 有人说他们在扮黑白脸 有人说金正恩恐怕现在可能连话都不能讲了 还有人说搞不好金正恩已经不在人世了 你怎么看哪一个比较有可能 从现在状况来看 好的其实这个韩国的情势 两韩的情势它非常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表面的 其实就像这个博弈特刚刚提到了 有这个空飘船单的这个事实是在的 可是到底飘了什么过去众说纷纭 因为他这个团体也不是说我所有东西都弹给你看 那当然第一时间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金宇正的愤怒 其实是不太在意的 不太在意 就是金宇正的呛了很多 大家都觉得搞不好也不是你说了算 直到他把房子炸了 大家才发现他讲的是真的 而且他很聪明啊 没有花到北韩一毛钱 那个内洞都是南韩盖的 炸药应该是北韩的钱 我看他炸的是每一层都有塞炸药 一层层的炸 是用非常拆房子的技术 因为他旁边还有别洞 北韩自己盖的不能炸到 他是让他每一层炸让他往内倒 那个能够兼具威嚇 又不会伤到自己财产的这个 精准的操作 那当然 那炸了之后我们开始就会回溯 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火大呢 于是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大家之前都在讲 这个事情是因为空飘船单 北韩非常不爽 北韩的领导阶层被打不爽 但是空飘船单到底传了什么呢 第一时间有人说会不会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就是把这个旅学组的这个 这个国母的图 批成A片 然后空飘到北韩去 北韩人看了很不爽 那当然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图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图 脱北者是空飘这种传单 对但是的确是有曾经空飘过了 不过这个其实并不是最近飘的 这个是2013年补警惠时代 那极右派就是支持补警惠的团体 他把鲁武逊总统还有李学祖披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鲁武逊那种 比较亲北韩 你们搞在一起 所以这不是最近的事情 那最近飘的是这一个 最近就是最近飘的是这个就是强调这个金正恩人 那做核弹啊 杀哥哥啦 什么什么 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杀自己人民等等的 那这个是所谓的脱北者团体 就是从北韩逃到南韩去的 那就像刚才博弈讲的嘛 他们还是可以就用气球把船团飘回去 来对他们的这些北韩人民 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 其中的事情一直都有 重点是为什么要选现在发作嘛 这才是重点嘛 你一天到晚再船啊 船一船都没事 2013年那个一片飘过去也没事啊 但是现在就有事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13年也太久远了 而且2013年 我还记得2013年的那个韩国的政权 是普京卫的政权 它是比较反北韩的 你要发作应该那个时候发作 可是现在为什么是现在 现在这个是比较稍微跟北韩 愿意坐下来谈的这种 比较偏民主派 一般讲说左派政权 之前是右派 现在是左派 左派政权通常对北韩是比较友善 可是北韩就keyboard 就说这件小事我不能容忍 你算是飘个船单 我警告你不要飘了 你还给我飘过来 我就把那个你南韩的给炸了 那个两韩共同联络办公室 可是重点在于说 为什么是选这个点 在这个时机去炸它 第一个我有问过一些 韩国的相关的专家 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是说 其实北韩的这个动作 它并不是直接要剑指南韩政府 它是要去让在南韩的那些脱北者团体 失去在北韩的话语权 失去在南韩的话语权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南韩可以上节目 可以有很多的资源 有人愿意捐钱给他们 让他们去做空飘 因为这些脱北者其实应该是比较没有钱的 一定有人去资助他 那我这次很凶的对付这些脱北者 因为这些脱北者的行动 我们给你很强力的反制 那南韩政府自己会说 他说那脱北者 我们是要稍微叫他说 别不要这么意见这么多 不要一直搞好空飘 就是民主政府 他可能就会比较选民压力 他会比较怕怕 所以北韩就是借此来威吓南韩 要南韩收手 你去管理这些脱北者 因为这些脱北者其实应该是比较没有钱的 一定有人去资助他 那我这次很凶的对付这些脱北者 因为这些脱北者的行动 我们给你很强力的反制 那南韩政府自己会说 他说那脱北者 我们是要稍微叫他说 不要这么意见这么多 不要一直搞好空飘 就是民主政府 他可能就会比较选民压力 他会比较怕怕 所以北韩就是借此来威吓南韩 要南韩收手 你去管理这些脱北者 你自己境内这些脱北者 所以南韩现在国内他们的讨论就是说 北韩已经在用这个战术 难道我们南韩政府要退缩吗 要求脱北者不要空飘吗 如果你真的退缩以后 北韩率越炸越多 好 这是第一个背后的条件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就是金正恩身体的状况 他到底能不能试事 不是不是过世的那个事事 是视察事情的那个事事 对 那他如果还可以管事的话 那为什么是金正恩出来处理 就是刚才讲的黑白脸说 金正恩出来处理 他金正恩比较凶 让你有一个比较怕的对象 然后接下来金正恩 我再来说好我们大家坐下好好谈 这样金正恩就又有功德可以做了 就是其实一个做球杀球的概念 这是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他们所提出来的具体案件是什么 因为感觉下一个阶段 他们可能会驻军在非军事区 这可能就会动到1953年 他们所签的停战协定 而当年那个停战协定 是由北韩就是朝鲜 中国和联合国签的 那如果真的住下去的话不得了 那中国要不要出来瞧事瞧一下 所以这个可能会牵动三方 他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复杂 现在中国正在跟印度丢石头 这个丢的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他也没有空去把这个东西 纳入他们的这个三方共同协议中 这个我们觉得值得 是觉得是蛮值得持续观察 但是还是要看 北韩是不是真的会有军队派过去 再来就是我们要从地点去看 开城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台湾人对于北韩 南韩之间的地理是没什么概念 这个新闻一出牌说什么 他们炸了这个联络所 哇大家都说炸了炸了 以为是炸到南韩去 不是 他是在北韩境内的一个 跟南韩共同开发的一个城市 在之前两韩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南韩的人甚至可以前往那边 开设公司在那边工作 现在在那边还有星巴克在运作 就是星巴克他评价很高 还四颗心这样 Google地图都会显示 他算是北韩相对开放的区域 是一个跟南韩共同合作的标杆 那他就在离南韩边境非常近的地方 到底有多近呢 我举个例子 大家应该知道南北韩边界 那个叫板门店 这个很多人会去参观 如果南韩的总统府青瓦台 大概在我们大直 我们的国防部大直那一带的话 那请问板门店在哪里呢 差不多对台北人来说 就是如果青瓦台在大直 板门店就在三支 其实是很近 那这一个开城工业区 差不多在哪里呢 差不多在相对位置 差不多大直和渔人码头那种 淡水渔人码头距离 说近是蛮近的 所以他们一炸的时候 南韩就立刻听到声音 炸那么大洞嘛 本来就台北市区 就可能听到声音 所有就可能听到声音 然后后来又看烟冒起来 他有他的威吓效果 所以当我们说 北韩是炸了自己 境内一栋建筑 没那么简单 他炸的是让你南韩可以看到 你看得到 可是你管不到我 所以他会有心理的威吓作用 会让南韩人觉得说 感觉好像威胁越来越接近 这跟我们之前前面讨论 其实因为太近了 北韩的火箭什么都可以 直接打过来 而且地道都挖好了 对 他太近了 他第一波攻势 一定可以伤害到南韩 所以他这种心理的威吓作用 远比我们想象要来得大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就是 利用这种心理战术 想办法去让南韩的政客 自己先陷入混乱 然后他们就看看 南韩会不会真的乱掉 这个总统的文在寅的权威 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会受到影响 比如在野党都开始出来乱 或者是有其他 南韩政府真的说了 就叫脱北石头你安静 他会不会十衰之味 我就不见得要真的发兵打你 我就不断的吃里豆腐 我用这种我东炸一栋西炸一栋 像我们现在看到说 可能也会把他原来南韩 在北韩盖的金刚山的度假区 也炸了也说不定 就是你有什么在我这边 我都把你全炸一个个炸给你慢慢看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操作 但是南韩政府的应对智慧是蛮重要的 如果他们退缩的话 我觉得北韩会持续的 不断有一些新的动作出来 把南韩逼到某种不得再退的一个地步 不过问一下这个亲黄 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一次这个北韩的行动 说不定这个中国在背后 是有在鼓动在搞鬼的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那另外就是说 今天这个金与正把这个地方炸了之后 有一种说法 其实金与正它是有步步盘算的 而且它最重要的就是 千万不要激怒中国这个老大哥 你觉得你怎么看 这一次这个金与正的动作 有一种说法是说金与正的这个动作 或者说北韩的现在这个动作呢 它是在替中国争取筹码 什么叫替中国争取筹码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 又遇到疫情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美国跟中国两边 互相嗆嗆的越来越大声 但是对中国来讲 今年的经济状况不好是事实 失业人数很多也是事实 所以你看有人估七千万 有人估两亿人的失业 所以在中国确实有经济上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中国来讲 前一阵子调性拉得很高 一直都要走对抗的路线 但你一直这样走下去 美国如果一直要封杀你的话 那你就会面对到什么 你的经济你要怎么振作 所以这一阵子才会传出来说 中国要派杨洁篪 然后在夏威夷 跟美国的国务卿 两边要见面要谈嘛 可是你要想说 双方如果要谈的时候 要盘点手上有什么筹码 才能够来交涉 才能够谈判嘛 所以等于北韩的事情 就像一个筹码一样 什么筹码 美国自己很清楚 要处理北韩的议题 后面当然有谁的影子在 有中国的影子在嘛 因为北韩很多的物资 靠的是中国的援助嘛 所以当然有一种说法 是认为说 北韩现在这个动作呢 比较像是替中国在争取 要跟美国去做谈判的筹码 但是其实我们去注意一件事情 金宇正到现在 有人说他是这个 北韩的五则天 不要忘记 他之前的绰号 人家是国际称呼他 叫做北韩的伊凡卡 意思是什么呢 伊凡卡是川普的女儿嘛 要处理北韩的议题 要处理北韩的议题 后面当然有谁的影子在 有中国的影子在嘛 因为北韩很多的物资 靠的是中国的援助嘛 所以当然有一种说法 是认为说 北韩现在这个动作呢 比较像是替中国在争取 要跟美国去做谈判的筹码 但是其实我们去注意一件事情 金宇正到现在 有人说他是这个 北韩的五则天 不要忘记 他之前的绰号 人家是国际称呼他 叫做北韩的伊凡卡 意思是什么呢 伊凡卡是川普的女儿嘛 本来人家认为说 他应该是像甜心公主一样的角色 形象是没有那么凶狠的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你看到 他扮演这么 让人家震惊的角色 说炸就炸 你知道他六月四号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已经有发声明 说如果南北韩 这样继续相处下去呢 那没有意义嘛 那我就直接中断两韩之间的交涉 当时就有传出来说 中断交涉的重点是炸掉什么呢 两韩的联络办公室 结果从六月四号到他炸掉的时候呢 整整只有花十几天而已 真的是说到做到 然后让大家吓一跳 真的吓一跳 问题是在于说 如果你去看这几年 相关金与正跟金正恩的脉络 你就不会这么压抑 为什么呢 第一个金正恩最信任的家人是谁 就是金与正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金正恩跟金与正差了四岁 两个都在用假名字在瑞士留学过 那两个人在瑞士留学 有一段重叠的时间 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想见金与正跟金正恩 本来的感情就很好 第二个这个金正恩 我们说他的接任大权的时间 是2012年的时候嘛 2012年的时候呢 当时有个非常奇特的画面 什么画面呢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金正恩跟李学祖 两个去巡视他们北韩盖好的 人民游乐园的画面 那么这个画面里面呢 你看李学祖呢 穿的看起来形象很清新嘛 然后看起来很时尚嘛 然后裙子呢 比你想象中跟北韩的形象不一样 没这么保守 他看起来比较短 对不对 但你知道吗 在背后操刀这个画面的人是谁 就是金与正啊 这是金与正在背后操刀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帮金正恩打造一个形象 什么形象呢 在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恩的时代里面 他要看起来很漂亮 北韩很保守 而且经济的状况不太好 那搞到闹饥荒死了很多人 但是这刚刚这张照片 是金与正要开始帮金正恩打造形象 什么形象 开放的形象 那你要想说 刚刚你看到这个照片里面 后面旁边有很多都是北韩的老臣 都是军人 但是里面呢 这张照片的时间点 是在2012年的7月25号 那他让大家注意到是什么 我们在看这个画面觉得 哎哟 这个李学祖看起来很漂亮啊 打扮时髦 但南韩的情报单位看的不是这个 因为南韩的情报单位 在你刚刚看的照片里面 不是军人 就我们刚刚讲的北韩的老臣们 大家都很严肃啊 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生 穿梭来来去去的 看起来很没有规矩 跑进跑出的 那个人就是金与正 谁敢在那个场合跑来跑去 谁敢在那个场合 可以自由穿梭跑来跑去 在那个严肃的场合里面 跑来跑去 然后看着金正恩 接过人家献给他的捧花之后呢 那个女生呢 还很开心的拍了手这样子 我问你谁敢在金正恩前面 看起来这么肆无忌惮的拍手 那就是金与正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金正恩跟他感情很好 所以金正恩呢 是亦有意识的 而且是一步一步的让金与正呢 参与到政治里面来 那跟大家讲一个讯息 就是这个金正恩的爸爸是金正日嘛 其实在金正日 在之前曾经他在跟俄罗斯的远东大使呢 在聊天的时候讲过一个讯息 金正日就告诉过他 他的子女里面呢 他有一个女儿有杰出的政治手腕 对政治有高度的兴趣 当时金正日讲的就是金与正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金正金与正自己呢 他对政治其实也是有兴趣 所以他的哥哥才会安排他一步步的 往权力核心走 但是我回过来我们再讲的是 那这一次他的做这动作 为什么国际间人家要解读说 这个他是要替中国争取在谈判的筹码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中国现在真的遇到很多大事 然后这个时间点呢 经济跟内政和疫情都在交关互相影响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竟然就外界开始传出来说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遇到他的生日接近的时间点都不太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生日对 他生日是6月15号 他是双子座 川普也是双子座 但6月15号这个615的时间 他对于中国来讲真的发生了好几个关键大事 2015年的中国发生股灾 这更夸张 为什么更夸张 中国的股市当初从2600多点2700多点 一路大涨涨到5100多点的时候 当时2015年的时候 你知道一样 习近平生日是6月15号 那6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在当时呢 因为股市一直涨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股市传出来说要有个座驾行情 什么叫座驾行情 这种事情台湾应该是不会发生 但中国真的发生了 说这个股市的大盘指数 要做到习近平的生日 什么叫习近平的生日呢 这个股价他们那时候的说法是说 要做到5316.5点 为什么是5316.5点 因为会有这个数字呢 是因为习近平的生日是 是1953年6月15号 所以呢 他们要做到5361.5这个点位 结果没想到习近平的生日还没有到 点位只有到了5178点的时候呢 结果6月12号股市开始崩跌 所以习近平的生日迎来的是股市的股灾的崩盘啊 这个是发生在2015年的事情 那2016年呢更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 出了一篇这个新闻在评论什么呢 说有些一把手不要自以为是 然后点点点点点 这个一把手不要自以为是 那在中国一把手是谁 最大的一把手当然是习近平嘛 那你在叫他不要自以为是 难道你是在批判自己的国家主席 你叫他不要自以为是吗 所以中国官媒那个报道呢 就引起很多人的联想 所以这看起来对他也不是很正面的事情 然后到了2018年大家都知道的 中美贸易战 这中美贸易战一打下去 美国就是川普呢 那当时2018年6月15号宣布干嘛 要对中国的商品克制25%的关税 所以你看习近平连续几个生日 都遇到不太顺的事情 那今年的生日呢 6月15号刚好又遇到什么呢 遇到我们刚刚讲的 除了北韩的事情之外 也遇到就是说我们在看到 他现在要面对美国的谈判 那这个谈判不管是顺或不顺呢 看起来这个习近平6月15号的生日 应该又会留下一个新的记录 不过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金与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你观察 像这一次因为金与正 把这个两韩联络办公室给炸了嘛 所以南韩的这个统一部的这个部长呢 为此而下台 但是呢他之前曾经怎么讲 他说他私底下跟金与正接触过 他觉得他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女人 然后呢之前金与正呢 总是面带微笑的这个出现 而且讽刺的是 他还是以和平大使的身份 到过南韩 结果现在把人家 这个两韩的办公室给炸了 你怎么看金与正这样的一个个性 是不是看起来 将来北韩惨了 看起来他比这个金正恩更心狠手辣吗 其实我觉得不要奇怪 因为他在 他跟金正恩都在国外留学 所以他是很洋派的女生 见过四面 然后呢这个兄妹两个人呢 然后这感情又非常好 因为重父重母的这个兄妹 然后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金正恩才刚刚接政权不久 你知道站在那个台上 很多都是降临这样 你就看到后面有个女生 探头探脑的就是他 他真的就可以在那个场合探头探脑 在那边指挥 那所以他们两兄妹的那个感情 大概没有人可以怀疑 那我觉得上一次生病 金正恩我说他生病 那确实是生病 然后我不是说就是说 一定是中国的医生去帮他看病 因为从今日成金正日 然后到金正恩 你知道北韩跟中国的关系一直存在 然后所以刚刚那个学伟拿了一张 他到习近平那边鞠躬90度鞠躬那一次 那次是怎么回事 前面是金正恩带着李学祖去中国 然后不是开了那个专列吗 我不是讲吗 那个专列装满了物资回到北韩 然后第二次这个小女生就不服气 他就跟金正恩一起去 然后就跟见到习近平 习近平就对他真的很客气 然后他理数真的有够 90度弯腰值工 但是习近平也没有亏待他 所以回去的时候 他同样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是个非常好强 那刚刚讲说李学祖那身打扮 是他帮他修饰的 这个我相信 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当然知道那种国外的那个洋派的那种东西 但是你说他这个时候为什么 我常常讲说如果要扶持金羽症的话 金正恩必须还在世 如果他已经挂了话 不可能摆得平 那些男生那些将领那些 就会有权力斗争 所以金正恩事实上身体是不好 前两天不是有他穿白衬衫出来 那个脸种种的 我说他生病以后虽然医好了 命是保住了 可是他身体是有问题 那有问题的时候 你在想趁他还在世的时候 他一定要全力扶持 否则的话金正恩一挂掉以后 那个权力斗争就会很惨烈 而且看起来他们还是想 延续金氏王朝的血脉 对 而且延续金氏王朝 而且金正恩这两兄妹就说 虽然北韩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 但是这两个人都见过四面 所以他们知道外面是什么 所以两个才会说打开那个形象 但是金与正 就是说他虽然有那个形象 可是他一定要逆威 就是我昨天讲的 他一定要告诉你 我说了算 虽然我今天是个女生 但是后面有他哥哥撑腰 因为他还在 所以大家不会动 然后这个人就是说话就算话 而且他讲话就很大声 而且我上次讲 他出来头永远抬得很高 而且再请大家佩芬姐 听说金与正 连妆法都改变了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吗 其实金与正的那个个性 我觉得他是天生的 因为你在想他有那么凶的 那个家庭的那个传统 而且他的哥哥就是北韩的领导人 那他当然就是北韩的领导人 你在想所以他的个性 说他是什么北韩的伊凡卡 我觉得差太远了 他应该是武则天比较像 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像 你在想他流洋 他一定是见多识广 然后中英韩文 英文也通通都可以 他要面对那种国际局势 他也可以 但是他因为是个女生 在北韩 所以他的威望 他一定要在短时间 把他建立起来 所以你看他的动作非常快 而且不是要拖很久 一下一下 而且从他开始第一次 呛声骂南韩的时候 到今天炸掉那个两韩联络处 没有多久的时间 然后还放话说要派兵 去住在那个什么之类的 不要小看他 他一定干一定做得到 而且现在就是说 整个军权在他手上 而且他的公共就是崔龙海 所以他事实上后台也够强硬 天生的血统又是正统的 然后也见过四面 也不在乎你川普也好 谁也好他都见过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日子 只要说他小命还存在了一天 还有蛮多的戏可以唱 不过问一下这个军事专家 两韩到底有没有可能开战 开战的话两边军力比一比 到底是谁比较厉害 当然在网络上 网友都看虽北韩 可是北韩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弱 而且北韩那么神秘 他也很好奇 他最强的部队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其實大家误会了一件事情 北韩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特种部队 对 刚刚学友哥说了 北韩的常备军编制 有一百八十万 可是你要知道 在这一百八十万的编制裡面 北韩的特种部队编制 是有十八万 你知道这个有多少 美国打了二十年的反恐战争 一直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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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美国现在全盛时期 一九九九九年被那个twin tower到现在 美国特种部队 从来没有超过四万人 四万人 对 而且是全扩编 其实美国现在大概只有两万 两万八到三万多之间而已 北韩有十八万 然后这十八万也就算了 我们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北韩蛮强的啊 这个是北韩的所谓八八四步枪 就是所谓一九八八年的 他特别在哪里 大家看到这个圆筒没有 大家看步枪都是一个弹夹 AK弹夹或者T91 我们弹夹都是三十发装 这个叫做弹筒 它是滚动式的 对 这个是一百发装 这个东西差别在哪里 对 尤其没有打过步枪 现在大家不知道 我们的三十八座 如果说像看我们以前电影 就很神勇 冲出航沟 然后部队长手一会跟我冲啊 我告诉你 三十八部 三十八座的弹夹 两秒多就可以打完 因为打过很多次 不用三秒 你冲啊 还没断完子弹 就已经没有了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冲完五十米之后 敌面还可以继续打 还不用上刺刀 这么强 他们有十八万 而且北韩有一个东西 大家都相信有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可以证实 北韩的特种部队里 有一个编制叫做死士 死亡的士 士兵的士 死士 这些人 有人埋在脱北者 在韩国各个地方里面都有 这些人有一个很可怕的武器 连美国都害怕 背包核弹 背包核弹 对 他们的核子弹是装在 像背包里面的 所以我这个人可以随时随地 冲到有人的地方 政府机关 军队 水塘 石塘 那个地方去 我就引爆背包 反正我必死无羽毛 我死能够 国家会照顾我的家人 就直接下去 这个背包核弹 巨想至少超过三十枚 已经在北韩的各个地方 北韩的人已经派在南韩的各个地方 而且北韩 从一九六年到现在被抓到的 包含他们的侦察旅 他们的水下渗透 还有刚刚邱伟哥讲的地道站 这些东西 北韩被抓到的地道 已经有四十七 四十七条了 一般相信 应该都要乘以十以上 北韩的地道已经挖了四十七条了 被抓到的 被抓到的 被抓到的地道已经有四十七条了 还没被抓到的不知道 还没被抓到的不知道 至少要乘以十 所以难怪美国国会研究处 就研究说 如果真的打起来 真的光头几天就死三十几万人 是有可能的 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 前几年有一部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做《施速列车》 那只是几个只会抓的僵尸 就已经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 少掉半个韩国 如果这些人拿的是这个 一百发装的步枪 太吓人了 有手榴弹 那有些东西杀过去 而且你要知道 北韩特统部队的训练 真的是非人啊 我們只是爬爬爬爬的天堂路 就已经硬到下死人 對不對 人家是冰天血地 在那边爬鐵絲網 在那邊漏搏 土手破白石 胸口碎大石 每天這樣子練 天啊 我們真的小看北韩了耶 對 真正打起來 真的不要小看北韩 我什麼跟你射飛彈啊 我從地道過去就可以了 而且要知道一件事情 歷史上來講 所有的戰爭裡面 最可怕的一種戰爭是什麼東西 叫做意識形態 不管是當初的十四軍東征 或者是後來的宗教戰爭 百年玫瑰戰爭 這些為什麼可以打那麼久 打那麼死 因為宗教 因為意識形態 現在北韩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相信他們的人 是完全被洗腦的 對 永遠忠於金氏家族 永遠忠於北韩 統一南韩是他們的終極目標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下去 在這個前提之下 對不起 好吃懶做享受生活 被美帝污染的南韓群眾 有沒有那個力量來捍衛自己 其實這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大局俗話講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北韩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出名的窮困 現在都已經沒得吃了 對 那怎麼辦 打啊 搶錢搶樑 搶女人啊 天啊 所以你真正打起來 我反倒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除非不打 真正打起來 對不起 北韓佔優勢 因為他們有不得不勝的壓力 哇 那南韓真的剩在蛋喔 對 因為南韓你知道 所以難怪文在寅 現在不敢講狠話 當你現在派出三艘特檢 航艦特檢隊來巡議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好像有兵力嗎 告訴各位一個很不幸的事實 美國派出航艦特檢隊 除了來秀肌肉之外 另外一個undertable的真正用意 是撤僑 撤僑 撤僑 航艦撤檢隊是為了撤僑 所以你如果真的打起來 對不起 美國會第一時間 把南韓的美國人 或家屬撤回去 你就自己看著辦吧 美國人最喜歡玩代理人戰爭 所以為什麼前幾年一直要南韓 買薩德系統 對 為什麼現在日本一直要建議 那麼大的軍力 為什麼要在印巴之間去做 因為美國人不想再留自己的美國人去 要打代理人戰爭 在美國的這種心態 因為你要知道 川普是個生意人 他絕對不做虧本生意 讓自己的美國子弟兵送死 那絕對虧本 我只要叫你花錢 買飛彈 買子彈 叫你去打 我還可以賺錢 我不虧本 所以你真的打起來 對不起 我會投北韓一票 我不會投南韓一票 所以照軍事專家的說法 難怪金與正敢去讀這一把 可是如果說因為女人在北韓 是很難掌權的 所以金與正必須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來穩固她未來掌握的這個權力 讓底下的人幸福的話 那金與正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她已經預告了 接下來的動作會像飛彈一樣 一顆一顆的發射 那大家都等著看 不過接下來這個人還有下一步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瑜今天是她的生日 昨天她這個晚上突然把她的臉書 更新了 而且內容特別強調 面對逆境 不要失去堅強的這個勇氣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但無論如何 不到四個小時有六萬人按讚 看起來呢 對啦 她有這個部分的支持者的溫度 還是在的 而且韓粉還講說 永遠支持我們韓家軍沒有離開 這個韓國瑜就好好去沉澱吧 韓粉們說 我們會在這邊等你東山再起 可是回想去年 哇 這些立委們都擠在韓國瑜的旁邊 幫她過生日 韓粉簇擁啊 所以今年看起來 確實真的很落寞嘛 有淨韓人士表示呢 韓國瑜現在根本沒有心情過生日 她可能會去許坤原這個靈堂吊驗 也或許呢 會回台北 和妻女一起去陪媽媽吃個飯 不過呢有媒體 就問這個韓國瑜 她的生日願望是什麼呢 韓國瑜又來了 她說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就呼應她選總統時候的口號 可是沒有講發大財 但是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她自己真的實現願望 發大財了 好 這個是這個有媒體爆料 韓國瑜財產生報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不是有看到 她只有100張核醫生計股票嗎 後來呢在6月16號 這個核醫生計呢 因為糖尿病的這個新藥解盲成功 所以開盤一下子衝到了189塊半 之前這個青黃獎啊 拜託才兩位數 翻了幾倍的 十倍都有 那當時持股成本 只有100萬的這個韓國瑜 現在手上這股票市值已經達到1895萬 所以呢韓國瑜大賺了1795萬 相當於她8年市長的年薪耶 但是韓國瑜發大財了 高雄市民呢 這個我們看到是高雄市議員陳志忠 昨天就在議會質詢 質詢這個勞工局啊 說北漂青年返鄉就業 現在實際數據到底怎麼樣 反正韓國瑜不在了 所以勞工局的副局長就說實話了 說從去年9月18號成立的北漂服務台 到現在6月14號 總共服務了才64個人 而且呢 這個韓國瑜上任之後 這個北漂青年返鄉 居然只有14個人 所以呢這個韓家軍還在講說呢 人在做天在看啊 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老天爺有看到 但是韓國瑜還有沒有未來 今天他生日 很多這個命理師都忙著幫他補掛了 有的命理師說呢 韓國瑜戰鼓雷東風起啊 心裡早就已經有這個開闢 另一個戰場的這個企圖 已經想好下一步了啦 那命理師張維中則說呢 魚字裡面呢這個帶一個王啦 王中帶土啦 年底前他還有群眾的魅力啦 可是呢今年鼠年代表人鼠大戰 他的政治還是受到阻力 而且這個韓國瑜的魚裡頭不是有個月嗎 月代表晚上老鼠喜歡在晚上活動 所以算起來還是有肉可吃啦 他說台面下的力量呢 不可忽視啊 但是呢他認為明年韓國瑜還有機會啦 只是他講了一句話呢 韓粉大崩潰說韓國瑜沒有總統領 所以想當總統不可能啊 好那韓國瑜呢在這個國民黨團的記者會上呢 竟然成了負面名詞嗎 好立委的這個蔣萬安喔 這個質疑陳其邁 說2012年日本在搶釣魚台的時候 馬英九大動作的捍衛主權 那個時候陳其邁不是嗆瞎嗎 說建議馬英九到釣魚台去辦釣魚比賽 他說呢要陳其邁落實當時的主商 還說他會第一個報名 但我嗆你不敢啊 結果民進黨副民主黨林非凡說 怎麼這樣連蔣萬安進行發言 都變成韓式語言了 而且當時陳其邁說 馬英九到釣魚台辦釣魚比賽是在酸嗎 馬英九我們搞清楚狀況啊 所以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也大罵 是發什麼傻啊你韓國瑜啊你 好我們就來看看這些事情的發展 局長所以你說返鄉的人次多少 14 目前已經返鄉了有14人 從這個過去一年半以來 然後我們鼓勵高雄的子弟返鄉 14人次 這個是你們是重點的業務啊 而且也是韓前市長 他的所謂說他主推的一個政績啦 那如果說我們的勞工局我們的團隊 經過一年半的努力 只有達到14人次 我相信說這沒辦法對著市民交代啦 陳其邁副院長當時在立法院 他說假如總統要保護釣魚台 那就要到釣魚台去辦釣魚比賽 軍隊在出動捍衛漁民權益 跨時空到現在狠狠打臉 蔡英文政府更清楚示範了 什麼叫做說一套做一套 甚至是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雙標黨的嘴臉令人錯哦 所以這個發言就是讓大家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有點韓式的這種發言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問一下學尾啦 韓國瑜雖然離開了 可是H病毒依舊在嗎 另外就是來看一下啦 韓國瑜現在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是這個戰鼓雷東風旗 有這樣的一個味道啦 還是韓國瑜這個就此沉默 但是今天有個重點 就是韓國瑜習慮對手陳其邁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整軍要挑戰 就是高雄市長補選了啦 那當然民進黨很擔心 這個票數會不會漂亮 所以這一次的補選 難道說這個中間選民啦 再加北票青年又要成為關鍵了嗎 還是靠民進黨在高雄現在的實力 就足以應付這次的補選 不是 我是覺得民進黨 真的饒了這些北票青年 真的 真的一床樓花三千多元 我穿這 我要休息 那就累死了 對不對 一年算要算幾次啦 對不對 一直算 一直算 你總不能只靠這些北票青年 你如果真的很 在地方上扎根很深的話 地方的票數就夠啦 而且我就覺得 為什麼一直在意這個票數 你難道要支持 要在意這些韓粉的說法嗎 這些說只要韓粉做亂遊而已啦 你韓國瑜為什麼 我說他一定要保有這個能量 為什麼能量 他有這個能量之後 他還足以對民進黨抗衡啦 雖然沒有辦法撼動民進黨 執政的那個權勢 跟民進黨現在鞏固的地位對不對 對 那可是你要知道啊 他可以安內人外啊 至少還可以保有 國民黨的命脈啊 否則你看國民黨這一堆 這一堆人出來說 國民黨不是看起來 沒有未來的嘛對不對 說那裡有的 現在釣魚台釣魚比賽 我去過來要不要我帶路 對不對 去釣魚台雨會比較多嗎 沒有必要 你去那邊說真的 你沒有在條上去插國旗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個只是一個議題 他們趁熱度 還有一些命理師什麼 講什麼東風吹戰鼓雷 我是覺得說 我真的去韓國瑜 人家講說 斬草不除跟春風吹有聲 我是覺得說不要啦 你不要帶人家來斬你的草 拜託你自己休息就好了 東風吹戰鼓雷 如今喝酒誰怕誰啊對不對 你不醉我不醉啊 國家馬路誰人醉 你乾脆就回去喝你的酒 休養生日 六十幾歲了不用這麼糟 而且都已經發大財了你看 對啊 那個合一生計說實在話 那真的很厲害 我只能佩服他的眼光 他以前常說 他投資都虧本 這一次夠你翻回來了 一筆就翻回來 不過我常講說 這真的 最近我們還是要在意一下 中國大陸的那些一些疫情 對不對 中國大陸現在大家講疫情 其實我比較 因為疫情說實在 從一開始隱匿到現在 中國疫情從來沒有沉疾過 那是中國不敢說 你現在中國大陸那些國小 到現在還沒有開學啊 一休就是一學期耶 我們這邊都已經準備期末考了 他們還沒開學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 而且最近中國的意象真的很頻繁 最近那個什麼浙江台州的那個陵湖 有沒有 還有那個雲南俄海 大陵的那個俄海 還有那個什麼江蘇連雲 吉林松雲 你知道嗎 那個魚啊 是從在水裡面 湖裡面是這樣狂跳 你知道嗎 大家會覺得說 這很恐怖 那個魚怎麼會突然間 湖面這樣亂跳這樣 這個現象曾經發生過 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1976年唐升大地震之前 所以人家這次又做一個聯想 這種魚從湖裡面 水面裡面這樣狂跳 而且那個魚是整個 你這樣不用去打水面或幹什麼 他直接就沒事就跳 那一定表示裡面有什麼問題嘛 他們以前就講說 牛羊羅馬不進舊 豬不吃食狗亂咬 還有什麼鴨不下水岸上鬧 雞飛上樹高聲叫 還有什麼兔子樹蛾 泵又跳對不對 魚要水面 黃黃跳 這個就是要注意 這個就是天災人禍 可能接下來有很多事情 有沒有看到現在江三峽大壩 我們之前一直要講三峽大壩有沒有 那個大壩真的是 這個問題 我們以前 我不是之前引了那個什麼 黃岐帝母金跟那個 太白山碑記嘛 就告訴你還有那個推背圖 就淹水啊 你看這個長江大壩這個怎麼 已經變形了 已經變成 彎彎曲曲變這樣了 對不對 你說哪一個壩是這樣 我們以前講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要蓋長江三峽大壩 它當初就是為了要水力發電 它覺得中國大陸很多的水資源可以使用 那可以發電啊 問題是蓋了之後 你知道這個大壩這麼長的壩體 你要蓋起來的話不可能連貫一起 一整體的這樣蓋起來 所以他們當初是把那個水泥塊那個壩體有沒有 直接沉入下面 可是它底部是沒有跟下面的基座連在一起 沒有跟岩石基在一起啊 那現在經過這麼多年來 那個上游泥沙淤基有沒有 它一直推推推推到現在的話 這些壩體已經開始在浮動了 這個壩塊已經開始在浮動 所以才變成這樣彎彎曲曲一解一解啊 好可怕喔 對啊 而且他們當初講說 這個山峽大壩 而且最近你知道嗎 上游重慶也在下大雨洪災 之前我們看到很多消息傳出來 是整個走山耶 那山下去之後 潛在霸底的話 你的水位本來是175米 現在已經下降了30米 就表示你的水源 已經被人家擠壓到別的地方 那現在又最近 中國大陸的那個洪災很嚴重 暴雨不斷二十四省 幾百萬人已經受災了 你知道嗎 那你說中國大陸 現在有本事去搞這個嗎 我說實在啊 我們之前講過那麼多 預言 我今天再推薦大家一個預言 這個叫做五公經 這個五公經是什麼 叫做轉天途經 這告訴你說這戀 他是在論那個下緣甲子 就是未來的事情 講大劫難了 要來臨的時候 他說大概成年中秋月家家戶戶 有屈從對不對 下面這句 職醜之年江邊齊 死者萬萬欠觀察 哇好可怕 職醜之年 今年是庚子年啊 江邊齊耶 對不對 死者萬萬欠觀察 現在連中國大陸的官媒 自己都承認說 長江三峽大壩真的出現問題了 前幾天國務院派了四千六百名軍事 去那邊要準備互霸行動 我跟你講你四千六百人 你四萬六千人去互霸也 互不了啊 對不對 得大的工程啊 對啊 這個是 你說人定勝天 真的勝天嗎 我跟你講真的沒辦法 告訴你說接下來 紅粉美人流血史對不對 寶珠金銀化成灰 之前不是人家講說武漢 現在又傳出來北京天天都那個殯儀館 天天都在燒啊 你這些東西全部都流血死嘛 暴血 而且都化成灰啊 雖有田園無人收對不對 高樓大廈化成墳 好可怕喔 你現在有田園 可是沒有人去收耕啊 對不對 你接下來高樓大廈 現在不是很多爛尾樓 現在中國大陸好幾座那種上百層的那個大樓 全部都變爛尾啊 沒有人去收死啊對不對 腰金衣子人何在 總被鬆棚半窟樓 就表示這個很嚴重 這一定是大水 才有可能這個景象嘛 就幾死幾片 所以他們現在中國官媒也講說 影響如果真的長江大壩潰堤的話 六億人耶受影響耶 六億人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說這個接下來 恐不恐怖啦 那我再講一下 除了這個喔 我們剛才講說大水對不對 對 這個貴州你看 現在就開始把這些人全部都移走了嘛 大水來的時候這些人要不要走 有沒有看到這些人啊 人車就開始在那邊走啊 流離失所耶 全部都要離開你住的地方你看 對 這人摸摸你有沒有看到 整個樓樓樓啊 扶樓時又要走路要避洪水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接下來是不是嚴重 好啦那你說武功經是佛教的書的 預言書對不對 我再用另外一本書叫做 太上洞淵神奏經 指念萬幸伶丁對不對 大水來治 都在講水耶 對啊 千災並行驅除惡黨萬死無生啊 惡黨是什麼 共產黨 我是希望這樣啦 千災並行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中國大陸又發生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H7N9 江蘇南通 又開始那個情流感來了耶 之前有告訴你 而且你看 又恐副主先王後化對不對 七祖九旋 前死後世 直以日二時胸 這就跟你講這個時候都拍年當啦 這都西很多人 對不對 下面還有一個你看 蟲黃水汗 真的現在就是中國就是這樣 他們的西部不是水汗嗎 青海什麼 那個時候我們雲南 我們不是看到那個都乾到地又裂開了嗎 蟲呢 我不是講說蝗蟲嗎 蟲對 吉林不是每平方公尺五十隻蝗蟲嗎 又水又汗對不對 六處疫青 之前不是豬瘟 對 禽流感 主義 現在又有肺炎還不算 所以跟你講 叫人家 這個後面就告訴你說 你要做好事基因得 那我覺得說 共產黨壞事做太多了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直以日二時胸對不對 為天覆地 乾泛山光十方大神八級徵聖 這幹什麼 中國大陸前一陣子 還在摧毀教堂 把所有十字架全部打掉 有沒有 甚至把那個佛像 大佛全部都毀那個佛像 有沒有 所以跟你講就是這樣 你十方大佛乾泛山光 所有的八級徵聖 為天覆地 天啊 預言全部都講中 對啊 所以跟你講說 你看一下中國大陸現在的情形 跟這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好啦 那我們再講回來韓國瑜好了 韓國瑜他現在 我們剛才講到說 北韓就是用宗教式信仰 對不對 他就是要造神 就是告訴你說 今天你要像神一樣 你要來拜 對不對 他用宗教跟意識形態 我以前也講過韓粉就是造神 對不對 把你韓國瑜捧得高高的 跟神明一樣 還是蔣介石 孫中山 蔣經國 什麼都無反 隨便胡說八道就對 而且甚至還有人更誇張 他竟然說習下韓上 習近平都要被韓國瑜取代了 你看 所以韓國瑜當然他一定要靠這些力量 來鞏固這些韓粉 對 他蓄積這個能量 可是我講實在話 我們只要有一陣子不談韓國瑜的話 慢慢他fade away 讓他就慢慢的笑 我是覺得韓粉真的留在台灣的話 真的是斬草不出根 春風吹又生 所以我們真的要合力 讓韓粉這個現象馬上退銷 對國民黨好 對中華民國台灣也好 我問一下這個韓國瑜 你怎麼看 天啊韓國瑜上任以後 北漂青年返鄉只有14個人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所以韓粉現在還在講 人在座天在看 還要等這個韓國瑜東山再起 而且這次國民黨還要找韓國瑜 這個一起來討論高雄市長 這個補選這個策略等等 然後另外就是蔣萬安 蔣萬安是不是真的被H病毒傳染了 你怎麼看蔣萬安這一次 在這個釣魚台方面這樣的一個表現 好啦先來講這個比較市政層次的 像這個北漂服務台 我就說北漂青年 到底知不知道這個東西都是個問題 因為韓國瑜沒有很認真在宣傳這個 就是我想可能北漂青年一開始 大概是知道他有一個這個政策是這個樣子 不過他那去年中了 那都秋天才設了 然後展開這個機制 的確我想那個時候 其實他也不在 他在選總統 而且他人都跑了 對啊 人家怎麼回來 這個就是 就是做起來也沒意思了嘛 那後來就被罷免掉 那也沒有後話 不過這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其實他的很多施政 我們不是說他刻意去吹噓 而他推出的時候 根本沒想到這個東西 到底應該怎麼包裝怎麼做 像這個除了就是高雄市議會 他其實正在進行這個總質詢 就是當然是代理市長 代理市長就是等於是在幫忙 收韓國瑜的爛灘 那現在還有一些爛灘 包括他那個路瓶磚 還有差到15公分 天啊 就是當然是暫時性的路面 不過差到15公分也有點多 有點扯吧 有點多啦 他不是最自豪我的路瓶了 汽車都會尻到底盤 摩托車都會起飛的程度 天啊 的確是相當危險 果然是韓式路瓶 必須還是這個該收拾的 還是要趕快收拾 不過從這邊都可以講到這個 高雄市的補選啊 高雄市的補選 現在大家擔心就選情太冷 第一個就像學哥講 一年頭太多次喔 富士動員會出人命啊 就是我們所有政治做選舉 就是不能富士動員 全台灣最能夠富士動員 這個根據我們的經驗 應該就韓粉啦 他們比較有錢有錢 可以到處去參戰 一般的大學生北漂青年 這個要過活都很困難 你叫他一投再投 特別下去投比較困難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在地的 高雄人的這個出來表態 就是陳其邁確定參選嘛 國民黨這個還民眾黨還在飄移不定 看他們要不要整合 但不管怎麼樣 基本上可以確定會冷 冷的話那就我們的側面的了解 其實陳其邁標準定的比較低一點 那當然國民黨可能標準會更低 大家都認為這一次的補選投票率 可能大概只有在三分之一左右 大概33%左右 可能比罷免總投票數都還要再低出一大截 今天最新出來是他們設定一個目標 是韓國瑜上市 陳其邁上市得票74萬 是樓地板 太硬了吧 太硬了太硬了 我們現在當然我知道他們心中 還有設定一個真正的地板 他們心中有設定一個目標 但是要看國民黨推的對手是誰 你要衝破七億幾萬 其實有一個辦法 只要國民黨提邱逸的話 搞不好全94萬都有可能 但是實際上是不可能 國民黨他們不敢再下這麼重的口味 所以原則上來說 如果真的是用一定這種 比較輕鳥淡血 現在不是爆冷門什麼利焰 對就是不管是誰 包括你要推什麼人 其實都沒有那種媒體效果的話 其實就比較難有形成那種對峙的感覺 大概投票率就不會高 那我們現在就是看說 就是雙方的組織動員 但是因為罷免案的關係 民進黨的高雄市在罷免案的最後兩週 有積極的動員 有展現他們的實力 所以現在一般看來 民進黨光憑動員 應該就可以動得贏國民黨 那國民黨現在在收拾殘局 他光是一個問題就很難回答 就是到底這個補選的市長 要不要韓國瑜站台 這個問題他們都很難回答 你要他來站台 人家說韓國瑜陰魂不散 你這個補選市長都被看衰 你要韓國瑜不要來 你就說被罷免 你就跟韓國瑜切割 要求怎麼樣 韓粉就不出來投你就更難看 所以真的是副子其餘 國民黨到底要去怎麼處理韓國瑜這一塊 真的很傷腦性 光是個高雄市長補選都搞不定 那剛剛我們又延續到 他會不會北發 來台北北發 來選台北市 當然台北市議員 剛剛表達是不太希望 不太樂見 可能對他們整體選情 個人議員選情會有影響 但是韓國瑜說要 你講萬安難道就不會受到挑戰嗎 國民黨到底要去怎麼處理韓國瑜這一塊 真的很傷腦性 光是個高雄市長補選都搞不定 那剛剛我們又延續到 他會不會北發 來台北北發 來選台北市 當然台北市議員 剛剛表達是不太希望 不太樂見 可能對他們整體選情 個人議員選情會有影響 但是韓國瑜說要 你講萬安難道就不會受到挑戰嗎 要注意講萬安 但是韓國瑜 他自己被側錄 麥克風沒有關掉 就被錄到韓粉比較不理性 所以基本上韓粉是對他不太滿意的 如果韓國瑜決定選台北市 雖然他在這個各種形象上 可能不是那麼和台北市的形象 但我要強調他在總統大選 在台北市也是他拿68萬 拿68萬什麼意義 比丁手中多10萬 他都比丁手中多10萬 如果他真的要出來拼民眾黨 跟民進黨要各自提名的話 其實韓國瑜是有機會的 他靠他總統大選68萬 靠韓粉就可以輾過了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個韓國瑜如果真的要選台北市 我認為包括像這個民調 黨員票 那其實都有勝出的機會 加上蔣萬安 其實他是個性的問題 就是他講一講就會縮回去 像他這個釣魚台 這個什麼釣魚台釣魚大賽 他被罵了一輪之後 感覺就縮了 後面就沒有再繼續對槍下去 其實你要丟這個 這個就是對槍議題 說你陳其邁說要釣魚 有種大家釣 結果他被其他人圍著罵 你變了韓國瑜他就縮了 蔣萬安的這種個性 其實是不太適合當攻擊手的 不過國民黨似乎好像要安排他 作為接下來補選期的攻擊手 想辦法維持他的聲量 維持他的地位 因為不是蔣萬安出來攻擊的話 可能就是陳育甄出來攻擊 那可能對國民黨更不妙 所以明天就是用蔣萬安出來攻擊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 這個兩個月的補選期 就來看蔣萬安怎麼樣的表現 來爭取他在台北市場上面的聲量 先問一下這個博弈 你怎麼看 蔣萬安的釣魚台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他鬧了一個大笑話 因為陳其蔓那時候 根本就是在諷刺馬英九 你現在還講說 你說要去釣魚的 我們就來辦個釣魚比賽 我第一個報名參加 你怎麼看 他現在為什麼會有點韓式語言 蔣萬安 再加上之前中好平曾經有講 韓國瑜現在很有可能去選台北市長 而且他去選的話 蔣萬安以這種表現 會是韓國瑜的對手嗎 一開始先講 我們的蔣萬安委員帥氣 這就沒錯了 老實說一實話 這個我們國民黨很多支持者 有一些對於蔣萬安委員的建議 是覺得他太溫和了 他覺得民進黨看一路以來 這個不管打打鬧鬧 不管對議題的發言等等很強勢 他們也認為 就現在台灣的角度而言 太過溫良恭儉讓 結果就會讓到讓無可讓 尤其是2022不要說高雄了 還有台中 新北 台北都要大選了 以國民黨現在的聲量 我認為必須要硬一點站起來 講一些不要是疫情的東西 而是民生經濟 甚至主權的東西 要知道以前國民黨講什麼東西 在網路上 都被酸得亂七八糟 罵得非常慘 可是問題是當我們講到主權的時候 我認為網路上聲量 就已經回到一半一半了 有人認為民黨當時執政的時候 一直罵國民黨 你的態度不夠強硬 對日本的態度不夠好 不夠堅持 不夠立場 不夠穩定 現在呢 那民黨執政完之後 對於日本的態度 有沒有強硬起來 有沒有態度非常堅持的 要保護我們釣魚台的主權 我不曉得 等著接下來看 所以我只能說 當然2020選舉我們大敗 2022很快就來了 接下來不管是講話委員 或是國民黨任何一位 有興趣的從政的人 不管是對於接下來 哪一個縣市的 我認為現在開始 就開始好好佈局了 而且我覺得 要好好的包裝 因為本質好 包裝不夠好 是沒有用的 像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吳玉農 民黨吳玉農 他這個本質很好 包裝也很好 那個農夫農夫一堆啊 出來的一瓶一笑 哇都是特寫鏡頭啊 所以我們在萬安科委員 在現在時候我認為 也要好好包裝 因為我相信萬安委員 以他的本質 以他的目前的 在立法院的一些努力的態度 我覺得不只是 泛藍的民眾支持 而且很多其實中間的選民 對萬安委員也是抱以厚望的 那我認為接下來 2022選舉 我也希望不要有藍綠 我們就議題 我們就事非來討論 我認為對於我們 台灣中華民國未來民主價值 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如果韓國瑜 要跟蔣萬安選台北市長呢 如果韓國瑜 要來選台北市市長 我個人覺得 他可能還可以再休息一下 比較好 這個不太適合 畢竟剛大敗完 韓市長 我覺得還是可以休息 陳潛一下啦 但如果他想來幫助我們 國民黨接下來任何一位 從政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議員或者市長 我都是樂觀以待 但如果自己本人 要來選的話 我認為還可以多想想一下 比較好 可是這個蔣萬安當攻擊手 要小心 現在的對手陳其邁 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尤其他在防疫當中的表現 這個陳其邁現在的身價 跟以前真的是大不相同 所以也難怪 陳其邁陣營現在要定 這樣的一個高標準 可是講到防疫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中國現在面臨的難題可大了 在中國的部分 現在北京可能有第二波 這個疫情起來 另外呢 剛剛學委特別提到了 南部有嚴重的洪災 現在邊境呢 中印邊境恐怕又會爆發衝突 中國現在已經四面楚歌了 先來看北京的這個部分 現在要進行封城 禁止重點人員離京 那北京網上報導說 中國出國的航班 在北京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就已經斑斑爆滿了 那中山醫學大學 這個醫生謝忠學說 中國隱匿疫情的這個慣性 台灣是應該要拉緊神經 提高警戒了 而且聽說 離京的各個班機 班班爆滿 所以大家千萬不能鬆懈 小心 中國第二波的病毒攻擊要來了 因為北京的這個急診科醫師 也表示 現在不是最高峰 北京的這波這個疫情病毒 恐怕會在一到兩個禮拜之後 才會大爆發 他們呢 這個醫護人員都已經接到死命令 什麼意思呢 你們現在哪都不能去 那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的醫生 則表示呢 小湯山醫院呢 現在要做好再啟用的準備了 北京市民則說 他們看到殯儀館天天都在燒染疫 死者的屍體燒不完 那網友則說 北京的國防大學被封了 多家軍隊醫院都爆滿 包括武警醫院 因為爆滿都封院了 軍方系統現在全面遭殃 那大紀元也引述這個陸媒的報導說呢 至少十多個省市都警告 市民現在千萬不要這個前往北京 不過呢 這個由於各個地方呢 這一次呢 都主動的跳出來呼籲要隔絕北京 所以現在習大大政權是不是難保 有沒有改朝換代的味道 連WHO的秘書長譚德塞都反了 說北京這一次呢 現在大概是六天 已經增加了一百多個病例 這個他現在定調是重大事件 而且還希望中國分享基因序列的這個資訊 可現在中國不肯給他 那另外剛剛特別提到了 南方的這個暴雨不斷 中國一天就增加了上百萬的這個災民 另外呢 內部的反彈 是不是因為壓不住 所以中國現在開始去侵擾鄰國 疫情這麼嚴重 中共的殲石戰 現在又闖進我國的這個西南外圍的空域 結果被我方非常霸氣的驅離 另外美方的這個三艘航母 卸身硬碳 大規模的展示海上的這個軍力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說呢 在疫情和共產黨的雙重挑戰之下呢 他們會這個信守 對民主台灣的這個承諾 怎麼信守 那剛提到了 在另外一個部分呢 中國面臨的危機 就是中印可能開戰嗎 中印邊境呢 現在衝突不斷了 據說棍棒石頭 這個齊飛啊 雖然不是用這個什麼武器啦 是棍棒跟石頭啊 據說呢 現在這個雙方都有死傷慘重 解放軍報則報導 中國的人員物資跟武器的裝備整件呢 都已經投送到數千里外的高原駐訓場 就是中印的邊境 包括了幾千名的散兵 數百台的裝備 還有戰訓物資 幾個小時之內 他們非常迅速的就完成了機動轉場 所以接下來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打戰的感覺 那另外呢就是南北韓開戰這個危機 老大哥有可能受到波及嗎 所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出來呼籲 朝鮮半島要保持和平跟穩定 但可能嗎 來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狀況 好威嚇軍事專家聲嘘啦 中國現在看起來有太多的問題 內外交迫 現在看起來四面楚歌 所以呢中國現在呢 是不是試圖到轉移焦點 包括那個殲石戰機又來了 再加上呢你看南北韓現在呢 也許有開戰的危機 每次一碰到朝鮮半島有問題 很多的這個評論就會講說台灣要小心 萬一開戰的話呢 可能中國抓到一個絕好的機會 就會攻打台灣 你怎麼看 好如果南北韓開戰的話 假設那美國不可能做事不管啊 那在這個部分 台灣如果自己要面對中國的話 我們的軍力怎麼樣 有沒有辦法應付 雖然美國說會信守對民主台灣的這個承諾 那美國現在軍事佈局又是如何 我們現在看喔 在1960年代所謂的第一島鏈 現在台灣就是第一島鏈的最大缺口 因為北部的日本韓國南部的菲律賓都有美國的駐軍 只有台灣沒有 所以你中國大陸如果要往西突破太平洋 第一島鏈限制 台灣就是唯一的突破口 然後再加上台灣的政治的歷史背景 台灣有對中國而言 台灣有不得不收回的壓力 在這邊我們要提供幾個歷史上的日期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號 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週年紀念日 第二個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一號 這是人民解放軍建黨紀念日 再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號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站起來了 為什麼要提這一個 你把這日期各加一百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號 就是中國建黨百週年 然後呢二零二七年解放軍建黨百週年 二零四九年中國建黨百週年 為什麼要提這一個 請大家回想一件事情 前幾年抗戰七十週年慶的時候 中國的習大大做了什麼事情 他讓北軍 北京 所有北京人民不准開火 工廠停工半個月 為了要讓閱兵的日期有天空 可以看得見閱兵籃 對 閱兵籃 然後找了普丁 找了五十六國 甚至找了各國去參加他的閱兵 甚至那個非洲小國家 只有一個人在那邊踢正步 為什麼 因為他要創造一個萬國來朝的大國形象 所以對中國而言這種儀式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想一想 這三個百週年最大的禮聘是什麼 中國真正統一了臺灣回歸祖國懷抱 那你要回歸祖國懷抱要幹什麼 很簡單打下臺灣 已經喊了七十年的武董臺灣學習臺灣 可是為什麼 因為直到現在中共有兩艘航艦 中國的軍力 他們中國現在是聯合國最大的金錢 南虧以及部隊派遣國 所以他們的部隊解放軍隊部隊 有很多已經到國外去參展過了 完全可以收到各國的武器資訊 了解到各國那些部署 然後這些情報部署 然後雖然臺灣這邊這樣子打 中國最有可能的就是打臺灣 為什麼 因為一旦北韓開戰 我們剛剛講北韓非常可能開戰 一旦北韓開戰 日美的駐軍日本跟韓國駐軍 美國一定會開始動 然後這時候中國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支援北韓 第二個是開闢 第二戰場 那開闢第二戰場 絕對不會是海南島 中南半島 也不會是印度 臺灣是最可能的地方 因為那個日期最看 最近最近的 2021年7月23號 只剩下一年多一點點 十三個月多一點點 臺灣雖然很小 你要打下臺灣 沒有個幾個月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你如果真的要在建黨百週年 回收臺灣的話 你至少要準備半年的攻打期 所以臺灣如果真的要打 可能今年就會看得到 不然的話會來不及 這個時間點就來不及 臺灣現在我們的軍武的裝備 聽說也不可同日而語了吧 我們這樣來講好了 現在打臺灣最麻煩兩件事情 你要跨海攻擊 然後中國大陸現在的兩棲的運載能力 跟他的散兵運載能力 可以打臺灣 但是有沒有把握收回臺灣 連中國自己的軍方人士 都不敢派胸部保證 因為再怎麼樣 臺灣的環境 比你想像中的複雜太多 我們說個最簡單的好了 你要打臺北市好了 對不起 臺北市有七座對外橋樑 在任何戰時的情況 我全部打掉 你就進不來 你可以空降 對不起 但是你封鎖了一個完全獨立的 你就算把總統府跟大直指揮中心都打下來 並不會影響整個臺灣的軍事 因為我們的分層指揮系統 在這個構造底下 你所謂斬首作戰 對斬首作戰是對民心士氣的一個重大打擊 但是在整個大戰略的局勢之下 沒有什麼好改變的 這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然後臺灣現在海岸線 然後這些東西說個很現實的 你以為戰爭之後 高速公路跟高鐵還可以運作嗎 你還可以用這樣兩個小時南北運作嗎 那是不可能的 臺灣現在海岸線 然後這些東西 說個很現實的 你以為戰爭之後 高速公路跟高鐵還可以運作嗎 你還可以用這樣兩個小時南北運作嗎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各個地方管制 在將你這個分區隔擊的時候 你解放軍想要這樣子 這樣講好了 日本當初喊三月王華 結果打了八年 如果解放軍現在想要半年收臺灣 沒有個幾年 我不認為解放軍辦得到 而且以他們現在的能力 現在剛剛邱伟哥講的內亂 各個地方至少六億的災民 六億的災民很現實的就是 你有辦法供應這些糧食彈藥嗎 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大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講遼寧艦好了 你知道嗎 遼寧艦加滿一次油 要一億六千萬台幣 只能跑兩個禮拜 而且這是遼寧艦喔 這是遼寧艦喔 還不含他上面的飛機的汽油跟飛彈喔 遼寧艦出來一個禮拜補給船 都不能幫他 不然就要去去捕油 不然就會到礡船 你覺得這樣的戰鬥艦 有什麼戰鬥能力 對不起 山東號也是 而且更貴 山東號加滿一次 擀寧一千萬台幣 而且加的是重油 重油的燃操 還有你那個戰鬥力 我一直在講 這兩艘艦冠 基本上是訓練艦 他們的實際戰鬥能力 當訓練艦來用 就跟軍校生一樣 你不要太想得起它 他是對明星四 모양的一種鼓 但實際戰役對不起 是個笑話 我們任何一個空軍中隊 都可以對它造成威脅 更換我們的海軍跟飛彈 對 不要三不五十飛機來這邊 沒再怕的好不好 有沒有被嚇大的嗎 對啊 喊了七十年 而且很現實的事情 雖然美國是要來撤僑 對不起 現在都被人家看破手腳了 還在一直來 一艘良靈艦上面只有二十四架戰機 而且你知道良靈艦上面的戰機 還不到二十四架 因為其中一架摔飛機了 他本身飛機就有問題 而且摔飛機還不是普通人 是他航空大隊的副大隊長 夠資深了吧 飛機還會摔 遼靈艦你看他飛那麼多次 你從來沒有看他滿掛彈飛上去 你要知道美國的核子航艦 一艘航艦上面就有 將近七十幾艘的戰鬥機 還有其他的服務戰鬥機 加起來八十幾艘 一艘美國航艦的飛機數量 就是你四艘航艦的飛機總量 你現在只有兩艘 而且還沒有戰鬥能力 美國現在有三艘 你真的要打嗎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紫老虎 這根本是氣球 現在只是把氣球一直吹大 跟那個氣蛙一樣 一直吸氣 很大很大 但是有沒有用 這是個大問題 再這樣你現在內在有問題 你三個地方都有外患 你真的打起來 你以為西藏沒事嗎 你以為香港沒事嗎 你以為外蒙那個地方 輸了就不會入侵嗎 不要鬧了 對 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連尼泊那邊都會有問題 講到這個動物 自己的人民先管好再說吧 中國人民向心力有多少 還難講 來問他親謊 他們像中國最近有新的消息 他主管經濟犯罪的那什麼副部長 竟然突然不見了是怎麼回事啊 對 而且他讓人家注意的是 你要看他被換下來 他是中國公安部 今年第二個副部長被換下來 像中國最近有新的消息 他主管經濟犯罪的那什麼副部長 竟然突然不見了是怎麼回事啊 對 而且他讓人家注意的是 你要看他被換下來 他是中國公安部 今年第二個副部長被換下來 那之前被換下來的是孫力軍 那孫力軍他很重要是因為 他在中國的公安部 因為他有大概六七個副部長 那孫力軍之前他負責主管的是 國內的治安 就是中國國內的治安 那他被換下來 那當時中國也沒有解釋很多原因 但是很多人都說他應該是有泄密 而且他被傳罪大師說 把中國的P4實驗室的事情 洩漏給美國 那這事情當然很敏感嘛 因為美國要追究你疫情的責任啊 那你想想看 當時孫力軍被換下來之後 其實已經一陣錯愕 那現在為什麼大家錯愕 是因為這個被換掉的公安部的 副部長孟慶豐 他負責的是經濟犯罪 那他當時列了一大堆的名單 為什麼一查下去 哇中國的貪官有夠多 遍布一百二十個國家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當時 中國他們當初做出來的 說要查貪官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在圖上面分佈五大州 都可以看到中國的貪官 那麼你知道在中國 那疫情不也都跑光光了 對那中國誰最了解這些貪官 就孟慶豐嘛 因為他是獵狐小組的組長 知道太多秘密 對他當時就是要查這些貪官 資金的流向 人的流向去到哪裡 然後所以2015年的時候 他們還跟美國交涉過 因為發現很多貪官跑哪裡去 跑到美國去嘛 美國當時呢 送了一批這些貪官呢 把他遣送回到中國去 但是不夠啊 為什麼呢 光是這些貪官被認為說 貪到最多錢的呢 他們有個叫紅色通緝令 有一百個紅色通緝令 要通緝的對象 結果當你知道到去年 只有抓回來多少 這一百個最重要要抓回來的 紅色通緝令的 紅通對象裡面呢 只有五十六個回來 還有四十四個在外面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 這四十四個在外面的 他跟中國國內有沒有其他的 政治關係的連結 對當然有可能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在抓這個紅色通緝令的 對象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了解這些事情的人 是孟慶豐啊 他手上就好像當初清朝那個 百官行訴一樣 這麼多官員的黑記錄裡面 他有啊 還有其大家族在美國 有多少這個資產 他應該都知道吧 我覺得不管是 就是檯面上跟檯面下 最了解的應該是孟慶豐 但妙的是什麼呢 孟慶豐還沒有到中國 所謂他現在就要退休的年紀 他大概六十三歲 所以他現在被換下來呢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沒有交代原因 所以孟慶豐這個時間 被傳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想說 這會不會是跟美國 現在要凍結 中國官員的資產有關 為什麼 有些官員是跑掉的 有些搞不好 跟你在中國國內有聯繫啊 那孟慶豐如果知道的話 他第一個 他會不會出現 像之前孫力軍一樣的狀況 把這些資訊告訴美國 第二個 你如果是習大大 再怎麼樣這個敏感的時間點 孟慶豐如果是你自己人的話 保護起來 不要讓他與他接觸到他 是不是總是比較好 Goäynn Goäyn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